我那個我那個我那個長輩 我也有長輩 也是兩百兩次 兩百 對他比他比四國兩少 他們有他們那群接到電話的人 有統一講好 他們是一群 一起接到電話 先後接到電話的人一起講好 因為臺灣民眾要成立 那我們不要有大小 所以大家 交朋友啦 一起交朋友好不好 那介紹人 當年我那個長輩的朋友的介紹人 在那個上次那個十大名人裡面 就在其中 特別介紹他跟柯文哲認識 所以你拉回來看 因為兩個人都親子接默犬 有重要證人在日本或者在海外 然後朱雅虎承認行 行賄的人 還沒有交代那四點七一 怎麼回事 如果我是法官看到的時候 我就會想這個要不要炎壓 所以所以十一月 我們還有我們十一十二月 還有機會繼續講 在土城的柯文哲與審慶金 他最怕的最怕的不是賄賂柯文哲 他最怕最怕神經金最怕最怕的是 他的公司會剉起來 他最怕最怕的可能是特殊背信罪 因為他調動了整個中公中史化的資金 如果一家公司算一條的話 兩家公司就兩條 他其實最怕是這個 傳出來消息很清楚 說什麼是多蟲什麼細菌感染 對聽起來很嚴重 聽起來很嚴重 可是他已經醫好了 又回到北索去好好療養 因為醫院是醫院跟他就是這樣子 看上去絕對不會讓收容人死在裡面 他絕對不幹這個事情 因為他就要寫報告 那醫院是這樣子 你沒有好 他也你沒有OK 他也不敢把你送出去 因為換他要寫報告 所以一定要這邊 我出院的那一刻至少是safe 然後到了看守所裡面 看守所就會根據報告 然後安排 然後再會注意他的健康狀況 到底OK 那你可以想像律師 一定馬上又提這個申請 申請要這個交保 對 因為身體狀況不好 又再次被駁回了 他還沒有限制 我可以再提 可以再提 可是有個關鍵是說 身體的健康狀況 當然也是在訴訟上 也是一種武器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比如說沈慶經也行使健康狀 所以沈慶經也不會答任何問題 比如說朱雅虎講的東西 他都不談 他的心境轉折很大 從那個聊十個小時 到現在一個字都不講 倒不是心境轉折 我覺得他們在被約之前 都有沙盤推演過 就是說柯文哲的部分 我不是那麼有把握 可是沈慶經不用我比較知道 因為在檢檢檢察官 還沒有動作之前 我講過 他跟映小偉 我認為是兩個人去看同一個律師 兩個人去看同一個律師 然後沒多久就要出國 他一定做了很多準備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沈慶經的 不一定是律師 或者他公司的法律顧問 很早很早 他們在沙盤推演的時候 早就推演過他的身體健康狀況 能不能當作一個武器 我所謂的武器 就是說讓檢察官不敢太逼 甚至讓檢察官壓你壓不了太久 他的他的他的 他的法律顧問都是檢察官背景 他最怕的最怕的 不是賄賂柯文哲 他最怕最怕 沈慶經最怕最怕的是 他的公司會劃起來 他最怕最怕的 可能是特殊背信罪 因為他調動了整個中工 中石化的資金 如果一家公司算一條的話 兩家公司就兩條 他其實最怕的是這個 然後包括最近銀行才對 因為金化成土地被扣押的事情 已經有一些動作出來了 好 可是 可是整個事情 因為這個有珠雅虎 珠雅虎還沒有還沒有交代清楚 因為橘子人在海外 橘子我都講過 二零二零年 我的長輩朋友 被介紹認識柯文哲之後 柯文哲用一個理由叫做 民眾黨成立 跟他們募款 一個人一百 二零二零年 不是我們剛才講的二零二二年 對 這些都不知道 這個都還要帶查 如果那個權是給臺灣民眾黨的 政治 政治先進一定沒有 因為我沒有看到他的名字 我沒有看到他的名字 所以這是第三本帳本嗎 二零二年 你會講嗎 有二零二四 有二零二二三 二零二一 二零二零 我們有很多事情是 因為政黨成立以後才發生 政黨可以 我那個我那個我那個長輩 我也有長輩 也是兩百 兩次 兩百 對他比他比謝國良少 他們有他們那群接到電話的人 有統一講好 他們是一群 一起接到電話 先後接到電話的人 一起講好 因為臺灣民眾要成立 那我們不要有大小 所以大家 交朋友 一起交朋友 好不好 那介紹人 當年我那個長輩的朋友的介紹人 在那個上次那個十大名人裡面 就在其中 特別介紹他跟柯文哲認識 所以你拉回來看 因為兩個人都情指金默犬 有重要證人在日本 或者在海外 然後朱雅虎承認行 行賄的人 還沒有交代那四點七億 怎麼回事 如果我是法官 看到的時候 我就會想 這個要不要嚴押 所以所以十一月 我們還有我們十一月十二月 還有機會繼續講 在土城的柯文哲與審慶經 所以小草去要穿那個聖誕裝 點蠟燭 然後在外面唱那個聖誕歌 小草願意怎麼樣 我都我都中心的祝福他 但是記得陳志涵 不要再去高雄玩了 人生可以找到個師傅 也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是認為說他 我可以來 那我就喜歡打賭 沒事好玩 柯文哲百分之百炎壓 因為他自己證明了 他剛剛講說 我不刊告對不對 我兩個月完全配合你調查 讓你查個水落石出 後來沒有完全配合 就是不配合 你為什麼不出庭 所以這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我崩潰了 我受不了了 然後我沒有辦法再忍受 就讓人家感覺 你看他們折磨我 他們每次 你看你有證據 你就把我壓起來了 你現在還一天到晚 叫我出庭 把我這樣子疲勞轟炸 我好可憐 我好慘 我受不了 然後小嫂就 阿伯受不了 阿伯真的被迫害 這是第一種情形 第二種情形 你逃避的心理 我不想知道 因為照理講 像剛剛東郎講的 沈慶幸也可以不講話 那你出庭 你也可以不講話 事實上你知道 你不出庭 律師也知道 我是可以強迫你出庭的 那你硬不出庭 可是你至少出庭 你知道檢察官問什麼 我至少知道說 你查到哪裡 你這個 不是 沈慶幸的狀況 他已經知道 檢察官問他不能講 對 所以換句話說 他那個 柯文哲不出庭 等於說 我都不想跟你打仗 我不玩了啦 就是完全不想知道 敵情是如何 就是他已經 等於說 這個交給上天了 那另外一種 可能是剛剛講的 他跟小沈串通一氣 打死不招 他們發現 他們兩個發現說 原來你們沒抓到 換句話說 假設我們兩個偷情 只抓到2001 你只是傳說 只有那一點點 只要上次喝個咖啡 只拍到房間 沒有拍到房間 對 沒有桌間在床 我不認 對 我就不好意思 又用這個例子 換句話說 那4.7 你們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我就打死不認 所以事實上 坐牢對柯文哲 不是痛苦的事情 因為他本來就不是一個 清心寡慾 吃了什麼東西 覺得都一樣 他甚至連會客菜都拒絕 但我覺得拒絕 也是對的 因為你講到 沈慶晶老師上吐下瀉 你知道他們坐牢的人裝病 有的會吃肥皂 故意會吐 對 吐 然後就被送去 至少躺在看守所 或者舒服一點 那個床好太多了 對 那我聽過一個 也是博弈大公司高雄的 他的方式 因為你在監獄裡面 你想要看守所 你想生病也沒那麼容易 裝病也沒那麼好裝 天天吃肥皂也會膩 結果你知道嗎 他叫人家送會客菜 會客菜裡面下洩藥 所以我沒問題 我每天可以上吐下洩 我就接戶就醫 對 所以這只是別人的例子 我不是影射你 不要對他入座 所以我覺得他根本不在乎這一點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我們來看這個網友的創意 網友說北京進去土城看守所 不到一個月頭髮變黑了 駝背治好了 面相和善了 連高腰褲也不見了 我這輩子真的沒看過 這麼適合坐牢的人 我覺得他在裡面甘之如瑜 你再掛他兩個月都沒有用 所以他很有名的 現在被稱為呆丸三結義 北文哲中朝清南義士 這個千古留名 報告